另外玉里镇南通土资场风波 是闹得沸沸扬扬 不仅地方连现役云王燕美都看不下去了 5月中旬召开了协调会 政工所也争取改善计划的经费 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活化 重新启用土资场 并且在5月底将计划送往县府来核定 从官场到今年已经10年了 政工所管理不张 使得土资场正义不断 政代表周轮英直询忧心重启之后 恐怕会重蹈覆车 政长蔡秋龙则表示 他是有信心让土资场步上正轨 玉里镇公所要重启南通土资场 政代表周轮英请政长蔡秋龙 先说明清楚土资场的争议 之前我不了 至于发生什么事 有没有发生一些事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在我任内 只要重启土资场 大家可以放心 在政长蔡秋龙当时为政代表时 表决通过关闭的丹通土资场 现在要重新营运 政代表周轮英忧心空重蹈覆车 咨询政公所重启营运的计划 公权力不张 公部门的刑事代办 到时候又掉入了另一个前坑 据我了解 一里镇公所三十几年来公共造成 简直都是一笔烂账 政长这是要向我们一里镇的证明跟历史交代 我只要请教政长 你有没有信心 一里镇公所建设客指出 五月中旬在县议员王燕美召开协调会 共同寻求解决方案 并着手规划约六百万元经费 强化土资场监事系统地棒等基础设施 并且赶在五月底前送交 县政府争取核定 政长蔡秋龙考量 接下来的台九线拓宽工程 田路双轨化等重大交通建设 土资场的重启 配合地方重大建设 也为政库增加财运收入 这代表周鸾应对此肯定 但即便政长蔡秋龙 向政代信心挂保证 但似乎也无法消除 政代表对政公所后续公共造产的管理营运能力 也只能拭目以待 记者石油栏 玉璃镇采访报道 玉璃镇采访报道